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 是对所谓台独势力的持续震慑 两岸同胞应携手反对台独 共同推动祖国和平统一 北京在重申他15年前讲出来的反非力国家法 而且来办这个座谈会 我相信它的意义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在提醒蔡英文政府 就不要在分离主义上过于的冒进 那这对两岸关系来讲是不见得很好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一次是非常好 就等于说以一个非常高规格来正式的向台湾的民众表达 就是说我们当然是希望和平统一 但是呢就是说统一是不可回避的 可是是不是和平统一或者非和平方式的统一呢 是还有可以选择 那我觉得选择当然我作为一个台湾人民 台湾民众 我当然是希望还是能够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原台副联会主委雷健表示 2005年3月 实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也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 随后不久 他就跟随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参访大陆 进行破冰之旅 15年来时空变换 反分裂国家法深刻体现了大陆 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积极为两岸交流合作 创造条件的初衷和立场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在这个法通过的15年来呢 前后两端是前陈水扁三年 蔡英文四年 跟中间的马英九八年 同样一部法律所代表的意义完全不同 对于前后来讲 它是对于台湾可能要推动独立的一种恫吓 可是在马英九时期 当时我们有非常多的制度性协商 所以这部法本身 它只是在明确的红线之内 给予了两岸和平发展的空间 那只要是我们是抱持了一个爱台湾的心 我是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 其实都已经六七十年了 我不可能不爱台湾 所以我支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其实就是为了台湾好 因为你整个台湾的前途 就是细于国家的统一 那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也缺不了台湾这一块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就钢管具名播出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中国国民党推出新的宣传影片 串联15位蓝营的县市长 宣传地方观光 这被外界解读是挺寒篇 而民进党则推出了美食攻略 结合投票所 号召大家回高雄投票 欢迎来新北市 汉山汉海 欢迎来高雄安心旅游 高雄民众热情的欢迎您 防疫新生活到台中去投 汉子 秃子 燕子 另类合体 一起宣传在地观光 来去投 OK啦 高雄防疫很认真 欢迎大家来旅游 防疫很认真 安心来去投 串联蓝营执政的15位县市长 侯友宜 卢秀燕都来了 强调蓝营执政的县市 防疫成绩也很好 这被解读是挺寒影片 接着强调振兴观光 转移政治热点 有个叫做记住计划 对不对 什么是记住计划 我们要不要看一下 看一下影片 记住高雄 第一个记住 脑袋要记住高雄 第二个是把钱 先放在这个商店 柯子恩 李燕秀 直播宣传高雄市政 蓝营策略是 北热难冷 将政治焦点放在台北 低调配合韩国瑜阵营 不过民进党也频频出招 民进党青年部制作 高雄美食攻略 家乡的味道告诉你 左营有馄饨 男子有蒸饺 其筋烤小卷 号称所谓民主的滋味 但事实上是要号召 6月6号回家投票 美食地图跟投票所资讯 这样的结合的方法 一起品尝互相的滋味 也品尝民主的滋味 台媒称 民进党嘴上说没涉入罢韩 但蓝莹坦言 这就是两党战争 现在只能让高雄政治味降低 政治的部分其实就留在台北 韩市长也讲 他不希望在高雄引发对立 引发对抗 国民党旧韩 民进党罢韩 进入6月罢韩投票倒计时 两方阵营攻防站震撼 据台湾媒体报道 曾经两度代表国民党参选 基隆市长有40年党龄的台移民部门 前主管谢立功 5月31号宣布退党 转而投入台湾民众党的怀抱 还接下了民众党秘书长的重任 引发国民党内震撼 我也不能说国民党没有希望 只是我自己觉得 我如果到民众党这个位置来 我相信可以扮演的角色 应该比以前更能发挥 被直击和柯文哲到台湾民众党开会后 谢立功决定主动退出 待了40年的国民党 曾两度批蓝袍出征基隆市都实力 也担任过台移民部门主管 现在转身投入民众党的怀抱 准备担任秘书长 他所关心的事情 以及想到台湾未来的发展 其实蛮打动我的 那我也知道民众党 现在是新兴的一个政党 他没有包袱 可是他需要更多人才加入 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也立刻发新闻稿 强调谢立功曾是国民党的重点栽培对象 深表遗憾 而和谢立功过去是同事的 新北市长侯友宜这样说 大方给祝福 但谢立功要为社会做什么事 难道曾选过两次基隆市长的他 还要继续再展 在民众党的角度不排除任何一个人才 政党秘书长他本来工作一定是跟选举有关 当有需要的时候 我没有排除我选或者不选 谢立功没把话说死 不过这回选择直接面对跳槽 恐怕也和前一天 柯文哲这番话很有关 是提前被破梗了吗 毕竟柯文哲曝光消息后 国民党随即说不排除要对谢立功祭出党祭 但事隔一晚 不等国民党开除 谢立功先罚制人 先喊退党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防疫期间 经常与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互杠 现在他的妻子陈佩琪也加入战场 之前陈时中曾说 发邮给世卫组织警示新冠病毒可能人传人 陈佩琪质疑陈时中这是应拗 又是一副又惊又怕的样子 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脸书再开战场 这回要挑战的是陈时中 陈佩琪提到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曾说 写电邮提醒世卫组织 新冠病毒可能人传人 但他认为当时只是需要更多讯息 与其应拗有先见之明 倒不如宣传过去经验 陈佩琪称 一定有人会骂谈逆时中 哎呀这个要做逆时 那你觉得陈医师现在算不算逆时中 陈时中暗指陈佩琪英文不怎么好 陈佩琪也质疑陈时中 政治凌驾专业判断 处处只看到你们在找中央的麻烦 除了伤心之外 然后更会觉得当初 为什么要听你们这两个人 绿营再提过去力挺科文者 连陈时中也不例外 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 就动员一介帮忙 五年过去 双方如今互杠 陈时中还挺科文哲吗 本栏目由金砖惠目酒 福毛叫酒赞助播出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你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 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剧名播出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5月31号 台北成品敦南店 进入最后一日的西灯倒数 这个台北代表性的地标 在昨晚和所有人告别 人来人往中 有年轻的面庞 也有苍老的身影 人们用自己的方式 和这家书店一一息别 由于台北成品敦南店 所在的敦南金融大楼 即将重建 苏约直到2020年 成品敦南店 也不得不和民众告别 成品书店未死 规划了长达一个月的 倒数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讲座 音乐会 酒会和舞会 我觉得这家店 真的是成品的 我们说母店 就是所有一切的成长跟发展 都是成品敦南店开始的 所以 我跟我们同事说 就是生命中有很多 无法预期的事情 也有很多 无法预期的道别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还有机会 或者是视为理所当然 可是常常就是最后一次 自己不晓得 得知这一消息 大批读者慕名而来 一早就出现了排队进场的人龙 现场还拉起管制线 民众需要分批进场 就是我常常会在那个窗边那边 就折旋那边 然后就是看书 好比 应该就是谢谢成品 其实带给我们很多 很多记忆吧 我记得那时候是来找 那种电脑相关的书 然后我在这边看了很久 我就是觉得这边的气氛 然后挑书的感觉 我都觉得很棒 成品敦南店在1999年时 首度开创24小时 不打样的经营模式 这以后他也逐渐变成台北 及台湾的代表性地标 关于后续布局 成品董事长吴敏杰表示 今年度在台湾计划 会关7至8家店 但阅读是成品成立的初衷 这个承诺永远不会变 可以好好跟他说再见 然后可以带着他给我们的 应该说勇气跟力量 继续往前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 我的同事东南卫视 驻台新闻观察员卢强 让他来带我们看看岛内媒体 今天都有哪些观察和评论 卢强你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一南 昨晚台北成品东南店 这个全球首间24小时营业的书店 有着30年历史的老地方 正式地和我们每一个人说再见 昨天我也去现场参加了这场告别仪式 说实话 对于台北人来说 告别的话总是不容易说出口的 成品敦南店在某种意义上 不是一家简单的书店 它承载了太多东西 昨天在我采访的民众中 多数人都清楚地记得 自己第一次来成品敦南店的场景 有的还可以准确地说出 他们当时买了什么书 每个人在台北成品敦南店 都有着独家记忆 它可以和台北这座城市有关 和过去的一段时光有关 或者和记忆里的某个人有关 台湾作家黄丽群认为 成品敦南店跟20到40岁某群人的 不安荒诞是连接在一起的 大家某种程度上会把书店当成寄托对象 相信书里有可以安顿跟解决你的东西 即便有时候没有真的读到书 他当时也是到处看一下有什么书 但年轻时到这里都是沉寂在 对未来的不安跟想象里 青春和成品一同成长 如果把101看成是台北的经济地标 把士林夜市看成是台北的美食地标 那么成品书店就是台北的文化地标 一直以来大陆游客来到台北 成品敦南店一定是必须打卡的地方之一 在一位大陆学者的笔下 成品是他喜欢台北的原因 他说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安静的角落 将自己安顿下来 享受与书籍独处的时光 或只是捧着一本书坐在座椅上 舒服地打盹 我想这样的地方每天待着都不会让人厌倦 而光是这成品书店就足以让我爱上台北 由于成品书店受到两岸民众的喜爱 成品书店将在大陆的首家分店开在了苏州 对此成品书店总经理李介肖旧曾经介绍过 为什么会选在苏州开店 因为包括他和董事长吴明杰 都是岛内台湾东吴大学毕业的 而他已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同宗同园 这是情怀 当然也有苏州市政府的积极支持 两岸同胞同根同园同文同种 这种对于文化的热爱促成成品 成为连接两岸的纽带 告别的时刻终于来了 但告别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泪流满面 不少民众在昨天5月31号零点 就涌入成品敦南店 他们想要做一做自己曾经做过的座位 翻一翻自己爱看的书 因为是最后一次了 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迷俗珍贵 随着5月12点的临近 聚集在成品敦南店的民众 仍然是不愿离去 他们说这是一个充满回忆的成品 想要陪他走到最后 为了纪念成品敦南店内不同角落 留有空间给读者贴上他们最后留给成品敦南店的话 送上最后一封情书 那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让我印象深刻 写的是 真正重要的事物不会真正失去 成品敦南店虽然落幕了 却长长久久地印在了人们的心中 好的 以上是今天我在台北的书里 我是卢强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一南 好 谢谢卢强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个资讯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市警察执法失当 致非洲一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 引发的抗议活动持续进行 明尼亚波利斯市夜间宵禁后 警方用催了瓦斯催散驱散示威者 明尼苏达州州长下令 全面动员本州国民警卫队 沃尔斯下令全面动员国民警卫队 称现在的局面不只是弗洛伊德命案 而是暴徒攻击公民社会 灌输恐惧和扰乱城市 明尼苏达州部署了超过4000名国民警卫队员 美联社报道称 这一人数将很快增至1.1万人 沃尔斯说 他还在考虑请求联邦层面提供帮助 他说有报告显示 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混入示威人群 煽动仇恨与暴力 另外美国多地出现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 包括休斯敦 洛杉矶 费城 亚特兰大 芝加哥在内超过26个城市实施宵禁 在休斯敦市 据警方当地时间5月31号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 休斯敦市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示威游行活动 仍在持续 过去两天警方拘捕200余人 休斯敦市警察局长阿特·阿萨维多 当天也加入到示威抗议者队伍中 休斯敦市市长希尔维斯特特纳说 休斯敦是弗洛伊德长大的城市 弗洛伊德的遗体将被运回休斯敦安葬 特纳同时呼吁示威民众保持克制 不要将和平游行演变为骚乱 在洛杉矶 由于民众连日来抗议警方暴力执法的示威游行 发展为骚乱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瑟姆 当地时间5月30号晚宣布 洛杉矶线进入紧急状态 并批准部署国民警卫队 帮助洛杉矶市及周边地区平息事态 据当地媒体报道 约有500至7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 被部署到洛杉矶市 另有500名士兵 被部署到洛杉矶线其他地方 洛杉矶线是美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县 居民总数超过1000万人 洛杉矶市是其下属最大城市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5月31号消息 俄罗斯累计确诊新冠病例已超过40万例 俄卫生部发布的国家药品新目录显示 抗病毒药物法匹拉维成为俄卫生部批准的第一种新冠治疗药物 法匹拉维由日本企业研制 据塔斯社5月31号报道 俄科学院乌拉尔分院有机合成研究所等单位 于3月制定了该药相关的治疗方案 在随后的临床试验中 法匹拉维对不少于80%的新冠患者有效果 患者的症状持续天数明显缩短 不过研究人员表示 法匹拉维只能在医院内由医生监护服用 且严禁用于孕妇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 允许竞技运动从6月1号开始恢复封闭式比赛 据了解足球 网球 高尔夫球 橄榄球 斯诺克等诸多赛事 都已经准备好尽快重启 此前 英超已暂定6月17号为联赛重启日 其中一周两次对球员和俱乐部工作人员的病毒检测 被视为关键环节 5月17号至26号进行的三轮检测中 共查出12个阳性结果 不过 5月30号公布的第四轮检测数据令人欣喜 5月27号和28号两天 共进行了1130个检测 阳性结果为零 再由两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 在经过近19小时飞行后 于5月31号飞抵国际空间站 并与之顺利对接 两名美国宇航员顺利进入空间站 这是载人版龙飞船的首次载人试飞 这次任务将全面检验载人版龙飞船 安全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的能力 预计两名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停留30到119天 之后他们将乘坐载人版龙飞船离开空间站 返回地球并降落在大西洋上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重装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情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